大家好我是努柯 最近引發話題就是這台現代Costing 而今天試駕這台是最頂級的 146萬9的GLTB VIP的車型 這要告訴我們的重點是 到底150萬以內全尺寸的7人做國產車型 它的第二排以及第三排 到底達到什麼水準呢? 價格是否划算呢? Costing可能是家庭取向 所以我覺得它的車頭設計 略顯保守的點 黑鑽幾何的水箱護照 複眼式LED頭燈 陰翼式日行燈 進氣的閘口 而且它真的是有擾流效果 225 55 18的休旅胎 55的扁平比坐起來比較舒服 前面A柱三角窗 特別把面積給放大 避免死角 後照鏡本身還有包含這個門把本身 有這個鑽石花紋的設計 就算是歐系車 它這邊直接流黑 但是它上面這台現代則是有花紋設計 這些都必須要多一點成本 豬哥沒有拉拉把 它自己就可以感應側邊的滑門開啟 這是現代7R級端裡面一個非常棒的設計 它就連後面的尾門同樣都是感應式的 也就是說它不需要去腳踢 只要這樣站過去 它自己尾門感應得夠久的話 就會自己的打開 如果今天買的是入門的版本 GTA的話 它這邊就沒有電動滑門 除非你買到VIP版本 兩側都是電動滑門 而且兩側都是人站過去 自己感應就開啟了 它就是迎賓模式打開 而且上面還有這個零形花紋的設計 透氣皮 駕駛座它是有八項電動可調 而且它還擁有了兩組的記憶模式 副駕駛座這邊則是有四項的電動可調 從前面這邊就可以控制椅子的前後 以及椅背的上下 我覺得這部分非常貼心 而它的方向盤本身則是平靶式的設計 這台車它能夠上下的調整方向盤 但是它並無法前後 以一個家庭用的MPV來講 方向盤四項調整是非常重要的 中間這4.2寸的數位 旁邊這兩邊則是固定式的類數位 只有中間這個欄目會改變 所以它自動跟車 這個動畫就稍微小了一點點了 上方這裡是硬質塑料 不過呢下方這裡則是軟質的包覆 鋼琴烤漆 類鋁質的飾板 類鋁質的門把 剛才講的兩組的電動機椅 而且這地方花紋其實質感蠻好的 但打進倒檔以後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原廠的SVM的360度的環景 而且呢它還有多角度可以來進行選擇 雖然說它前方這裡只有單區恆溫 但座椅控制非常的棒 透過中央螢幕 直接去控制遙控我的副駕駛座 我要把後面的座椅調成睡眠模式一按 當你今天有長輩坐在第二排的時候呢 你不用擔心說他不會去調整這個椅子 按鏡太複雜 我今天身為一個駕駛 我直接幫後座的長輩直接把椅子給調好 這個就是這台Costing的最貼心的地方 也是我最愛的地方 這個最重要的董事長的座位 也就是左後方這個座位 如果說歷程的睡眠模式 它前面這個座椅還會自己的往前伸 變成一個超級總裁座位 非常棒 它這台車呢還可以有第三排的通話 有時候呢我今天身為一個駕駛 坐在第一排 但是我跟第三排的小朋友講話很累 駕駛座可以透過上方這個麥克風 直接擴音 去跟你後座的乘客講話 不用大聲喊 它原廠就有這個第三排通話的功能 除了前面手機無線充電板 它後面這裡還有第二個手機無線板在下面 所以一台車有兩個手機的無線充電板 非常的棒 它並沒有方向盤的換檔撥片 按鍵式的排檔 它也無法進行手自排 也代表說這台現在的Costing呢 它八速自排變速箱 無法進行任何手自排的控制 這在現在的車裡面呢比較少見啦 前後雙天窗 而且它前面的天窗是直接 可以開啟的不是固定式的 而前方這裡能夠控制呢 後方這個固定式天窗的 這個滑軌遮陽簾 這個都是一台呢 家庭用MPV非常重要的部分 最大的躺的角度可以達到130度 可以幾乎讓你呢 把這個扶手放下來之後呢 幾乎變成一張床的感覺 這個是非常棒的 而且呢這個腳靠的設計 有點像是飛機的這個 你知道嗎 頭等艙座椅 但如果你今天沒有要透過它這個標準的設定 你也可以呢 透過旁邊這裡實相電動調整的 直接再把椅子調得更低或更前面 都是可以進行手動調整的 因為呢擔心影響到駕駛的安全 所以呢 它的腿靠部分是不會自己像這樣子伸起來的 第二個是呢 它的駕駛座椅也不會自己往前推 所以呢 後面這兩張座椅呢 以我現在做的這一張 總裁級的董事長級的座椅的最為好用 餐桌 旁邊呢這裡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杯架 而且呢 這個是後面雙座都有 原廠都有標配這個手動式的遮陽簾 這個也是呢 146萬9的版本才會有的 這個第三排座椅呢 其實它就有點像是 椅面的長度啦 椅背的長度其實都還蠻舒服的 後面可以獨立調整 第三排的空調 哇這個非常涼快啊 前面這兩張 Automine的座椅呢 它有 ISOFIX 第三排沒有ISOFIX 如果說它第三排沒有放倒撞通之下呢 後面大概是265公升左右 而且還蠻平整 放倒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置物容積呢 擴充到了707公升 而且呢 它後面的椅背呢 完全水平 也就是說呢 待你今天拖行李的時候呢 非常的水平 不用用力抬起來 這個都是一些細節的小設計 那講起這個現代Costing的GLTV VIP版本 最頂級的版本 在台灣呢 並沒有搭載韓國當地有的2.0T 而是1500cc的渦輪增壓引擎 搭配CVVD的連續可變正式氣門的維持時間 那馬力呢是170匹 扭力是25.8公斤 搭配一個這麼大的車 而這樣的馬力這樣的扭力夠用嗎 今天實際上路呢 深刻的體會就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順順開 就算是上山下海 好這個渦輪增壓引擎 還是比起過去日系 像是Toyota的PVR 或是Hondad的Odyssey 那個2400cc自然進氣引擎 來得有力那麼一點點 但也只有一點點而已 椅盤的部分呢 一樣是現代CIA集團裡面 非常慣用的N3底盤 前面是賣花城 後面呢 則是扭力量 大概過去的Odyssey 後面也是扭力量 Privia後面也是扭力量 但是我覺得這台車呢 它的整個避震器的調教 是偏向軟調的設定 但是它要帶有一點點那種 歐系車的那種柔韌感 尤其這台車我覺得 它這樣過彎的感覺 其實比我想像中來個輕快 就算它軸距呢 哇 3055mm 非常非常長 但是不至於到不輕快 而且它車重只有1745公斤 不算太重 只比一般的那種五人做的SUV呢 重了那麼一點點重一兩百公斤 所以這台車能夠創造出一公升能跑15公里的油耗 我覺得呢 車重變速箱還有引擎的CVBD呢 幫助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150萬以內的車子 哪一台比這台車的第二排更舒適呢 其中現在是在標準模式之下 我覺得這家第二排呢 坐起來那種後軸那種震動感呢 不算太明顯 但是呢第二排難免呢 它有些風切聲 以及呢後面行李下的共振聲呢 會傳進來 還有輪胎 避震器那種空空的聲音呢 還是比起200萬等級以上的休旅車來的稍微明顯一點 但是還可以接受 再來呢 把這個椅子呢 開啟到所謂的睡覺模式 前面的副駕駛座往前推了 而且這個椅子慢慢的往下躺 如果這個往下躺的速度可以再快一點點的話呢 就不用讓我們等著睡覺等那麼久 而且它這個是有夠躺的 躺到幾乎快變一張床一樣 包含我的腿 腿套的部分 包含我的椅子 椅定了整個往上升 還有椅背當然跟我們講 倒到最平 喔這個如果長時間呢 高速公路巡航 這樣開車睡覺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唯一的缺點就是呢 風天聲稍微略顯明顯 但是那個震動感 以及比起像是一些 自己他們現代的Story之類的 那種七人座的MPV來講 在Costing第二排 真的震動感很輕微 而且這個椅子有好坐 甚至我覺得它完全不輸給他們的兄弟車 Key Accountable 有兩百萬東西 上的車子 所以這台車很多人說 光是這個第二排本身呢 哇真的就會讓人家買單 因為真的 現在呢 Toyota Previa 停產 以及呢 HONDA AUTUS 停產之後 你要這150萬以內 買到這樣子的第二排配置 真的買不到 至於第三排座椅的感覺 其實坐起來就像是 一般那種小先輩車的第二排的感受 也就是說呢 它的椅面本身啦 椅背本身呢 其實都是 中規中矩的 坐起來沒有特別不舒服 但是原廠說呢 它是2加2加3嘛 第三排如果要坐三個人 就有點略顯太擁擠 不是像有些車喔 七人做設計 但它的第三排是聊背一格 好像沒有的 只能夠拿來放行李 但如果它第三排這裡 也可以有ISOFIX的話呢 有時候你在小朋友 就不用說一定要把這個兒童彎群 所以鎖在第二排 長輩叫他們來做第三排 所以真的 後面這裡什麼都好 只差第三排 能不能夠新增兩個ISOFIX 相信會更加的使用 感謝您給豬哥支持 中天車想家專屬的YT頻道開播了 別忘了Youtube上面搜索 中天車想家 付出輸入 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能夠找到我們喔 每週一每週五晚間九點 最新的影片上架 每週三套東到家裡 就能夠收到一段 豬哥來聊車 陪你一起來直播 電影中天 支持中天 別忘了支持中天車想家 專屬YT頻道 我們等你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